变了快一年的三星XR头显 终于正式发售啦 这次三星跟谷歌高通三方合作 搞出来的Galaxy XR 这是之前代号Project Wuhan的XR头显 搭载最新的Android XR平台 号称能带来新型态的娱乐探索和生产力 最重要的是它直接把高端XR的价格 砍到苹果Fission Pro的一半 1800刀哦 虽然跟MetaQuest系列相比 Galaxy XR依然不便宜啊 这一周已经陆续有人收到货了 不过评价我看都挺两极化的 虽然价格是Fission Pro的一半 但是它的体验上是跟Fission Pro直接对比的话 还是稍微差一点点的 那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嘛 这个也能理解的 今天这支视频 我会带你们818三星Galaxy XR的硬件系统生态 再看一下网上的评价 分析一下这台三星新头显的优缺点 如果你不知道我是谁 常玩VR频道是专注于体验各种XR头套式设备内容的自媒体 赶紧关注我然后马上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开始前先说一句 目前三星Galaxy XR只在美国韩国发售 另外售卖的VR手柄刚开售就直接卖断货了 其实今年我在巴塞罗拉MWC3第一次看到Galaxy XR时 很难不怀疑它对于Apple Fusion Pro与MetaQuest Pro 有非常多参考设计的地方 跟Fission Pro一样都是用有线电源 而头显半开放的这光照与固定一体式头戴设计 就跟Quest Pro雷同 不过重量方面Galaxy XR是最轻的 官方数据是545克 如果前后配中分布合理的话 应该佩戴上去会舒服一点的 显示效果是大家最关心的地方 Galaxy XR跟Fission Pro同样采用Pancake折叠光学方案 加Micro OLED屏幕 分辨率也差不多 Galaxy XR是单眼3552x3840 而Fission Pro是单眼3660x3200 不过Galaxy XR默认72支刷新率 比Fission Pro和Quest 3默认的92支刷新率低了一点 看普通视频是没问题的 不过根据媒体UploadVR反映说 玩谷歌地图开沉浸模式时 边缘显示高亮度内容的时候 会有轻微的闪烁效果 这其实是低于灰显示屏在低于90Hz刷新率下的一个一致的问题 目前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 Galaxy XR的搬开方式设计可以说是目前大家体验过后比较有争议的地方之一 虽然545颗看着比Fission Pro和Quest Pro都轻便 但Galaxy XR用的精英头戴称天把所有重量都压在前额头上了 好处就是不压脸颊和鼻子 带久了不会闷 但坏处也很明显 固定音质头戴不能拆哦 想躺在沙发往后仰看片 头戴直接顶沙发背 非常的难受 后脑勺还会顶到座椅靠着 导致不能靠背 做的不舒服 有用过Quest Pro或者PSVR2的朋友可以单不说说 前额沉重久了会不会疼 也有很多人反应就是说 虽然面部压力减轻了 但是非常的压额头 眉毛那个地方会有给压出非常深的那种红印 预料之中吧 这种设计它尤其是三星本身 它应该嵌了中间一条袋子 它应该在中间扎到一条袋子 像Rift S就是有 不应该这么有自信的 这样的话其实它就跟Quest Pro 有相同的困境 就是你对不同的图形 你要么就是夹两边 要么就是压上面 这个其实是 但是很多人也会认为很舒服 但有一些人就非常不舒服 是的 夹大头 对了 大壮盒里给了两种尺重秤电 还有磁吸接光照 想增强沉浸感就装三 想随时看周围就拆掉 这一点还算贴心的 Galaxy XL的偷视效果 根据媒体初步体验 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 跟Fision Pro一样 使用650万像素设算头 拍摄现实环境后 在头衔里面实时显示 可以低延迟 看清真实世界的同时 又没有激变 但要留意转动头部时 Galaxy XL一样会有 类似Fision Pro的运动模糊 而Quest 3反而是没有的 不过Galaxy XL手部追踪 就有点拉垮了 慢操作没问题 延迟低 极小的抖动 刷手一交叉重叠 或者快速挥手的时候 虚拟手就开始闪 或者消失 感觉可以再等一等 谷歌更新的手追再说 毕竟Meta都优化了好几年了 谷歌还要点时间最上的 提到谷歌 就不得不提 Galaxy XL的核心 Android XL系统 这是有谷歌开发的 XL设备操作系统 而上星就把One UI XL的皮肤 掏上去 Galaxy XL可以兼用谷歌生态 甚至有些核心应用 有XL定制版本 例如说YouTube Galaxy XL上的YouTube App 这是观看庞大的180 360和3D内容库 另外还跟部分频道合作 这样2D视频自动转换为3D 以便在Galaxy XL上 有更好的观看体验 还有Google Maps 跟我们在PC VR上用的 谷歌地球VR类似 可以轻松浏览沉浸式地球 探索世界每个角落 谷歌地图其实这一直也都在进化 你像现在一体机板 你也可以非常流畅的去 拖动这种大规模的 立体的模型的这种地图了 对吧 你也可以进到某一个点 看全景 还可以进入到比如某个房间 扫描成了一个模型 去店铺 就是它是可以六道夫 这种漫游的场景 这个扫描出来的 其实就跟那个Quest上面那个 Hyperscape 对对对对 类似吧 但你看它这个东西的潜力就在于 有谁有这种级别的数据 对吧 这种规模的 其实未来可能谷歌地图 还是在这方面会做得更好 比苹果 短期来看 Photos的2D转3D功能 也是挺有看点的 视频也支持3D转换 这是在Fission Pro和Pico 4 Ultra上面 都没有的功能 但大家这是需要把视频 上传到服务器转换 而不是在端车生成 其他Google旗下的一番应用 其实都有XR定制版的 包括Chrome浏览器 Search Meet Google TV等等 地下方的应用可以在Google Play下载 就可以把好几个手机平板App 放到我们的现实空间里啦 一些我们熟悉的VR游戏都上架了 例如Virtual Desktop 雅丽莎的阳光丛制版 绿色地域VR等等 甚至你愿意的话 还可以解锁Bootload的 把整个Android XL系统 修改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也可以自己车展任何的APK 在系统层面 还是比Fission Pro和MetaQuest更开放的 XR App感觉不是谷歌主推的功能 反而是想充分利用Google Gemini 这个AI助手 把Galaxy XL变成AI头衔 例如你可以在看视频玩游戏时问问题 还能用劝选搜索功能 用手劝出看到的任何内容 来获得搜索结果 但你问我AI除了问问题和聊天以外 还有些什么实用功能吗 可能就是2D的照片视频转化成3D 还有在Google Maps里 看用平面照片生成的店铺室内模型啦 但是我觉得Galaxy XL3 大部分AI功能 手机都能做到 甚至AI眼睛会做得更好 但我还是不想这么快下定论 这个还是要自己擅守才知道的 不过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想在国内使用Gemini的话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还是有天然的网络障碍的 感觉Galaxy XL想出一个国喊版 还是比较困难的 原生谷歌的手机系统的人其实挺少的 然后对这个东西可能也不熟 再加上你需要全局的代理 其实理论上讲 它的全局代理 网络的困难程度比Quant3简单多了 我们需要期待的东西 就是下一版本的Android XR 还有其他的形态的设备 近期能发这个体验什么样 对吧 因为毕竟是一套操作系统 不一样的体验 但是里面的生态 很多基本功能是一致的 那这个就好奇在别的研究上表现什么样 总的来说 三星Galaxy XL作为高端Android XR的破局者 还挺有意识的 单眼4KMicro OLED显示 最新的高通芯片XR2 Plus Gen2 支持眼动跟手动追踪 支持Google生态 而且还有不小拓展性 但价格只要1800刀 是Fision Pro的一半 但是短板也很明显 固定头戴会影响弹上来的舒适度 系统优化也还没有Fision OS 或者Meta Horizon OS的成熟 需要Google花点时间最赶上的 不过以上都是网上收集到的信息 XR设备还是要自己亲自上手 才知道好坏的 特别是舒适度这方面 更可以说是因人而异 所以我还挺期待自己上手玩 想看我实测Galaxy XL的朋友 可以在弹幕扣个闪看 等我以后上手了 再做个完整体验视频 来告诉你花1800刀 买三星Galaxy XL 到底值不值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栏 如果有其他补充机 我会在下方的频道区留言 喜欢这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 支持下姐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一期间介绍我的更新通知 姐夫在B站以及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 这里是超王VR 有个集 愉快体验和愉快赞生的 XR发展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